Bankit卡 这个Bankit卡它居然要加码 这个真的很棒 因为你看 它这边有今天傍晚的时候 Bankit的它的社群页面 它有出现一个画面 希望大家来做就是票选 第一个票选的A方案是1.2%国内回馈 然后第二个方案是3%国外回馈 它这个数字其实就跟我们所谓的 Flygo卡的回馈是一样 就是很高了 非常的棒 所以我个人觉得Bankit真的是非常的有心 所以我觉得如果您之前觉得 它这个回馈率很差的部分的话 真的没有关系 就是现在刚好是你们的 就是可以入手的一个时机怎么讲 因为当它的现金回馈率变成1.2%之后 假设说最后是A方案出来好了 那你怎么刷卡 其实都是1.2%回馈 就跟原大赚金卡 或者是Flygo卡是一样的好 甚至连中信来北凯只有1%回馈 这样相比都是还不错高的 是蛮好的 那另外一个我要跟大家分享的 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说 它其实不是现金 它是点数 它是精湛点 那精湛点其实有一个很棒的优惠 就是说它的点数是会10倍放大的 这个10倍放大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当你要去拿一个商品的时候 比如说它之前有上架 那个Apple的AirPods 就是那个无线的蓝牙耳机 它那个东西在外面买要4000多 但是它点数放大10倍 你只要400多点就可以换到了 所以也就是说你试价就是十分之一的价格 就可以拿到这个商品 那你拿到这个商品 如果你真的换到你可以干嘛 你可以去把它卖掉啊 对不对 你把它卖掉你就赚到了 你打个九折 你也可以赚到3000多块钱 所以我觉得它这个回馈率 其实是有机会可以冲高 而且有可能是会超过就是里程卡的回馈 尤其是比如说它的 你只要拿你的精湛点去换10倍送的 专人的这些商品好了 你就可以发现说 它的国内刷卡回馈率变成是多少 往下退位就变12%了 海外刷卡会会变几百 变30% 这其实都是非常厉害的 所以我觉得应该有机会要跟大家分享 就是所谓的点数里程怎么使用 可以让你的这个回馈率变高 因为像我自己喜欢的中线LNA这个极致卡 它也是那个点数就是里程点数 那为什么大家会觉得它的里程的现金回馈率会 里程回馈率会比现金回馈还要高的原因 就是因为它兑换的中长程机票如果越贵 你会换的航程越远 你就可以拿到就是更多的回馈这样子 所以基本上的话这个也是一样 因为它有点数放大10倍的功能 所以我个人觉得这是未来的一个趋势 就是这会成为主流真的还不说 那因为大家都知道吧 它自己本身的基本的回馈率0.15%真的很差 对就是不太好 所以说我就不太建议大家把它当作是一个主力卡 但是如果它现在主力变成1.2%跟3%的部分 你就可以把它当主力卡 那除此之外呢 你的每一个刷卡的0.15%都会回馈到你的圈主身上 就是比较说你是从这里办卡的话 那我就还可以拿到一点点微薄的回馈 那我将来就有机会 比如说未来办一个活动 比如说我换到了这个所谓的 它里面有Switch吗 我花5000多点的精湛点 我换了一个Switch然后给大家抽奖 这也不错啊 这有各种不同的玩法 都非常的有趣 所以我是希望大家可以 尽量一起来办卡 谢谢大家